我刚刚已经把我们的蛋糕放进去烤箱里头 那目前设定就是因为我刚刚有预热200度或者180度OK 我现在就是说从这边开始 这是我空烤时间的计时 然后这个15分钟是代表说 我是不是等一下要稍微调温度了 那我送进烤箱之后呢 你看我是怎么做 像这是活动模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烤盘架在这个位置 看清楚了吗 架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的烤模是 底下有各个网架 然后下面是热水 然后温度就设160度 好 所谓开门的程度呢 就是像这样子开一点点门 如果你不能拉开 好不好 这样子 那它基本上温度不够 它就会再加热 温度到了就会停止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它温度会反应的会比较快一点点 好 那通常这种时候 就是说大概15分钟左右 10到15分钟左右 表面解皮之后呢 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再降温度 但如果说照我这种烤法 就是稍微开门的考法 基本上是160就不用再讲了 OK 好 拜拜